学讲经自古以来 有一个不变的原则 完全转输老师的 不加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 这叫死争 如果讲别人的自己加了很多意思在里面 这个不可以 这个是决定不许可的 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加自己意思呢 到自己真的开悟 从前开悟的标准是明心见心的 自己没有明心见心 完全依照老师的讲法 不加意见 古人受罚 古人做事情谨慎 所以这个道一直能传下来 传这个千百年 都没有谋必 道理在此 现代人不老实 纵然跟一个老师学 自己上台去讲 可能一半是老师的 一半是自己 甚至于老师的只占百分之十 自己要占百分之九十 这种态度 在古人讲的叫被死叛道 那你说错了 你要被应过这 那我们转说老师的呢 说错了 老师的错不是我的错 所以初学 不能不守规矩 如果 他说的这些东西 过去一遍讲完了就算了 影响面不大了 那么换句话是 你造的罪业亲不重 因为受害的人不多 现在要用录像带 录音带 传播的面广 如果说错了 受害的人多 不但现在受害 你这个东西 如果流传到后世 还害将来的人 这个恐怕 不止吴伯师耶护身 注意想想对不对 吴伯师耶护身的时候 受害的人有几个 不懂我 所以现在我们每一说一句话 记录下录音录下来 录像录下来 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字字句句都要小心 绝定不能说错一句话 那么他流通 无论是在国内流通 在国际上流通 他都要负因果责任